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这个新闻也是上周比较夯的新闻 那这个是早交公投 要是你没有关心这个新闻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在念什么 什么早交 早上起来交书哦 所以这个什么是早交公投 公投你大概知道 反正就是我也很常讲这个词 就是referendum 就大家去投个票要不要过这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的做法常常是用 常常在总统选举或者是什么立委选举的这个过程中 绑一个公投在上面 大家反正都要去投票所嘛 所以用公投绑大选之类的 那反正referendum就公投 这个新闻我们看的是focus台湾的这个网站 那事实上这是我们台湾的官媒 ok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央社的英文版 那因此他的立场一定是比较 偏现在的在位者的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我并没有说希望大家从这边得到感觉上我好像对这个事情有立场一样 我只是想教英文 so 我们先看他在3月1号的报导也就是上周一 一吗?对上周一 他的报导的这个标题写的是 enough signatures collected to pass Algy Reef referendum threshold 好这里面就好几个字可以讲 所以足够的signature signature是签名 我在上课的时候常会讲到有两种不同的签名 所以sign这个词其实 当动词就是签名 像你看到一些文件 在英文上就会写sign here 就是要你签这里 所以sign就有签名的意思 但sign也有名词的时候呢 他就是 像是招牌啦 或者标语啦 之类的都叫做sign kongbang 所以signature变成他的名词 也就是你的签名 但签名还有一种签名是例如说你去 找到你见到王建民 或见到林书豪 你跟他要个签名 so can I have your signature 那不对 那个signature变成是好像他要去替你连署的事情 所以signature这边来 一般来说是那个有法律效益的签名 所以那种纪念性的签名 我们叫做autograph autograph 所以他可以胡话一通之类的 那这样OK 那一般我们讲说像 你如果设计出一个很有趣的签名 里面还加个爱心之类的 那你可以当作autograph 如果你放在法律文件上 你用这个签名上面还有爱心的 你要看看就会觉得 嗯先生这个签名不像你的 像我就好几次被银行行员问说 先生你这个签名要签得让人家看得懂 我以前以为不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以为签名这个东西是 只要你画 画了乱七八糟 只要是你的就OK 可是我常被人家说 嗯这样不行 你要让人家看得懂 你的名字 这是你真的名字这样子 或许我有说错 可是我真的被人家纠正过 如果说你对这个方面有些知识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分享让我知道 但总之回来这边 autograph就是那种纪念性的签名 那signature多半就真的是有效力的 好所以enough signatures collected 所以足够的签名已经被收集到 这标题所以它B洞子会不见 so enough signatures have been collected to pass algae reef referendum 所以这边这个 algeae这个词 啊这个词啊你要是 比较没有在接触托弗亚斯 你根本看不到 或者你没有读过相关的生物学之类的科系的话 你也不会看过这个词 它的发音是algeae algeae 就是藻类的负数 algeae 呃 它的单数是alga 你看这个根本看起来不像英文字 看起来像是某个团体的缩写 啊我来自alg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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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a就是藻类的单数 负数是algeae gae念作ge 这真的也是 还蛮令人觉得what the heck 但总是这是正确的英文 那reef是什么东西呢 reef就是我们讲像珊瑚礁 大宝礁的那个礁那个字 所以reef 我把它打出来好了 这个礁就是 石头边的这个礁这样 reef 所以呃 珊瑚礁就叫做coral reef 所以同样是礁有没有 那还有的时候 当它变成了一个 有一个词 这个也是托福亚司会出现的词 叫做 atoll 就是它已经 变成是一个环状圆形 然后像是一个岛一样了 那那个东西其实也是 那是我如果没记错 因为我的托福克真的上过一天这样的单元 就到底这些东西的 演变是什么 所以先有coral reef 然后可能到最后就变成了这一个 它的发音跟 asole是rhyme的 所以它叫做atoll 我是这样记的 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念成atoll呢 因为后面toll要念作to 所以念作atoll吗 不是 因为我找了好几次不同的那个发音的一些来源 它叫做atoll 就像asole一样 好ok 真的我是这样记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 就是交到最后的 珊瑚礁或之类的到最后的一个 变形的变化的状态 最终的状态 atoll 好所以这边讲了几个 跟这有关的词 所以他们已经透过了这个 Alge reef的referendum 所以就是藻礁的公投的 threshold是什么呢 门槛 OK 门槛 所以已经通过了它的 公投门槛 我在把标题读一次给你听 enough signatures collected to pass Alge reef referendum threshold OK Alge reef referendum Alge 我总觉得这个词图很好笑 好anyway 看一下里面的内文内容 a petition a petition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the launch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 against a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located near an area of Alge reef in northern Taiwan has passed the second stage legal threshold for official consideration having collected 296,697 signatures as of Sunday 所以这里只有一句话 这句话写得还真不错 我们再把它从头看一次 所以一个petition 这个petition是什么东西 petition就是连署 我把这个字也写在我们的笔记里面 连署 所以一个连署 and at 所以就是瞄准在什么事情上 那动词还没出来哦 这里的m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一个瞄准在什么东西上的一个连署 so a petition and at paving the way for something 所以pave the way就是替什么东西铺路 所以一个为了什么东西铺路的连署 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子 so pave way for什么东西 就是替什么东西铺路 pave就有 你知道就是这样 你想象一下那个路的铺法 一块一块的砖头放上去 然后铺成一条路 这就是pave so a petition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the launch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 所以为了什么铺路呢 为了一个公投的发起来铺路 so paving the way for the launch launch这个词不是launch launch是午餐 launch就是发射的火箭也叫做launch 不是想发射火箭 火箭的发射的这一个发射的动作 或者名词 so for the launch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 所以整个国家的这个公投 那这个公投是要来抵抗后面这件事 所以这个公投 所以这个连署是为了收集 excuse me signature 对不对 我连署就是收集signature 那连署是为了来铺路 这个铺路是为了一个公投铺路 而这个公投是为了要来抵抗一个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大概这样懂意思吗 这英文是这么样的复杂 so for the launch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 against 所以这个 referendum是抵抗着 a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所以这里的名词这么长 so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这是一个project这是一个公共的建筑案 project 那这个什么project呢前面的就是他这里直接有一个缩写 lng 那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个lng是什么 liquify就是liquid的动词的名词 呃名词的动词 呃对不起哦 名词liquid是液体 动词是 这样 所以就是液化 被液化了 所以是形容词才对 我刚刚的词性讲乱七八糟的 ok 所以被液化的 所以其实就液化天然气啦靠北 so liquid是液体的名词 liquify是液化的动词 liquify的变成是被动的形容词 ok 所以这个液化了的天然气 so a liquidified natural gas natural gas就是天然气 so liquidified natural gas 从这之后它都叫lng 那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所以哦原来这一个project只是 要来收天然气而已 receiving是接收 接收天然气的一个站 所以它要盖一个站 这个站是专门来收天然气的 所以这个referendum是来抵抗它的 而且这一个station 它后面加的形容词 就是它位于什么地方 所以马上看下去 so the project 然后which is which is 神调 located near an area of algae reef in northern 台湾 所以它位于一个 algae reef 就刚刚说的藻礁 在北台湾的藻礁的一个区域的附近 好 所以动词终于出现了 has passed 已经通过了 所以这个partition 已经通过 has passed the second stage legal threshold 就第二阶段的法律的这个门槛 for official consideration 就是让公家 让官方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门槛 所以其实连署就是你得到它的 能得到它的考量而已 会不会过呢 谁理你啊 因为法律程序并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你连署过了 我们就可以不盖这个东西 只是官方会考虑你的连署这样而已 ok 那它后面强调的是 having collected 这个20多万块 30万的signature 就截至礼拜天 as of sunday 所以这个as of 一个时间 就是截至这个时间点为止 这样子 好 这一句真的很棒 我们其实我讲完这句 我都觉得今天已经大功告成 你知道吗 我们再把这句读一次 so a petition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the launch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 against a liquidi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located near an area of algae reef in northern taiwan has passed the second stage legal threshold for official consideration having collected 296,697 signatures as of sunday 搞定 好 所以 这边有一个组织叫做 rescue Dartans algo reeves alliance 念了乱七八糟 这个地名叫 Dartan 还是 Daytan 但其实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怎样 但总之这也是个翻译大概是 所以拯救那边的是大潭是不是 Dartans 然后它把这边刚刚的algi 变成是一个形容词 变成algo 有OK algo reefs alliance alliance 就是联盟 所以这样子 OK 好 所以 这其实是3月1号的新闻 那后来有另外一个新闻 我们就可以再小补充一下 就是3月5号 也就是我录的今天的昨天 所以上礼拜五 所以这个政府呢 现在就处于一个 damage control mode 所以政府现在已经 他现在知道 哦 捅娄子了 大家都不开心这件事情 damage control 有时候我们就要把 翻译成是那种 什么控制 不是的 excuse me 呃 破坏的控制吗 伤害的控制 止血之类的概念 我中文有时候转不上来 所以你现在处于 damage control 就是你现在来 想办法把这个事情 停止点画在这里 不要再继续 呃 伤到政府 或者相关单位的 一个形象了这样子 或者是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 心里面的一个 形象 sure OK 所以 government is in damage control mode uncontroversial LNG project 在这个有争议的 LNG project里面 政府现在就处于一个 damage control的状态 sure 读一下第一段就好了 这是一个补充 follow up的新闻 所以其实 当然不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 看那一段 英文文字已经了解了 来龙去卖了 so th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environmental group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threat the group says the groups say a controversial liquefied natural gas terminal project poses to a algae reef in northern台湾 这内容上事实上 你看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这里说的是政府现在是有愿意 有意愿来work with 就大家一起共谋一下下 with environmental groups 就可以翻译成环保团体 来find a solution 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to the threat 然后这个threat是刚刚的那个 LNG的project会pose the threat 所以pose threat这个片语 事实上我们好像昨天的 这个我们讲到凤梨这一篇报导的时候才看到过 所以你看造成的这个威胁 所以又看到了一次pose threat 所以这个LNG project会pose threat to the algae reef OK 好所以这就是后续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就是说政府要来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商讨一下下之类的 当然希望了 sure 那然后下面就讲到了为什么 他就稍微说一下为什么这条pipeline 这个receiving station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电不够啊什么这些 所以需要接收天然气啊什么这些 好那 后面再介绍这些 我就觉得价钱可能会免不了一些政治色彩 我就不想那么做了 我们看到这里就好学到英文就够 所以看一下今天刚刚看到过一些单词 就referendum就是公投 signature收集到很多的签名 联署 那autograph则是纪念性的签名 不要把它搞混了 那枣类 algar是单数 algi是附属 algi reave就是那个胶 algi reef就是枣礁 cora reef就是珊瑚礁 那后面这个atoll就是珊瑚礁形成的一个 我如果没记错那个似乎叫做细壶 细岩的细 ok 然后threshold是门槛 所以通过了一个threshold 通过了门槛 那这个东西是联署联署的英文叫petition 那这个petition是为了来替这个公投铺路 所以替铺路叫做you're pave way you're paving way for something so the petition is to pave way for the referendum and the referendum is against the project 不好意思 喉咙卡卡 so这个referendum是拿来抵抗这个project 是反对这个project so the petition i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ferendum against the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你看其实刚讲过的这个句子基本上都已经快背起来了 所以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同学在学英文的时候 虽然我刚刚强调 我一直在强调主持动词的重要性 可是当你把一个句子里面的一些小内容拆开之后 你再把它逗回去 这个过程能够把它慢慢熟练起来 这表示你的英文有进步 你看我现在也不要看荧幕了 我的前面是有荧幕的这些字 那如果不看荧幕我就念给你听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句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讲到的是一个petition 就是一个连署 那这个连署是瞄准着什么事情的 瞄准要来帮这个公投铺路 so a petition aimed at paving the way for a referendum 对不对 为一个公投铺路 and the referendum is against against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project 对不对 so against the liquidi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station project 那这个project是在那一个北台湾的那一个区域 这样说的这个叫做 差点讲的分水里 不是分水里 那个叫做门槛threshold ok 好所以 学英文大概就这样的概念吧 我们讲到这里今天也够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明天见